今天我们继续,也可以说是接受我们一系列的信息 就是孝敬父母之道 那我在讲信息之前有几句交代话 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不少是年长的 那你们的父母亲有的都是在天上都做事 所以可能你会说,牧师啊,我们都没有机会孝敬父母了 你讲这些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其实呢,即使是年长的 我今天的信息,你们可以知道说 原来上帝是怎么样的抗重父母的职份 那么另一方面呢,你们也可以知道的话就是说 即使我们心中有一些的遗憾 觉得我们以前不懂或者做的不够的 但是我希望我的信息不要使到你们有一个背负很重的内疚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 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有亏欠做的不够 你在神面前恳求神恩典饶恕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还有机会的时候 对待其他老人家,那也可以补足你的亏欠 那对青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趁着机会抓紧时间 来做到圣经所教的孝敬父母的方式 所以今天的信息,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当我们讲到孩子应当怎么样对父母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要有一个联想或者应用 把它应用在神的身上 明白吗?比方说,你会借着 哎呀,我的儿女都不懂得来欣赏我,来孝敬我 他们也不懂得我对他们一片的爱心 还对我诸多的误会 比方说,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你就想到说 天父和我们的关系又如何呢? 会不会天父也是借着我们不够体会他的心 我们也是在埋怨他 或者我们也不够尊敬回报天父 所以今天信息,希望我们在自己方面 都能够去联想,去应用 好,那我们第一讲到这个孝敬父母之道 第一讲呢,就是要存体量的心 这里的体量,重点是指 我们的父母也是人 他们有人的限制 他们有人的转作 甚至他们也有人的亏强 那我们的体量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计较,去挑剔 我们要有个大宽大的心 知道说,他们有他们的能够 所以我们就能够包容,接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存感恩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把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典 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就是应该的嘛 所以我们不够感恩,不够尊敬 所以我们要常常计算 付恩典 恭敬,我们借的父母亲不合时代 我们知道更多,我们懂得更多 所以我们对他欠少尊敬 我们以为我们比他还强 所以自私缺少尊敬 不应该的 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样强 父母总有比我们更强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对他们恭敬 那今天讲到体贴的心 体贴和体量也不同 所以这里的体贴呢,是讲到什么意思呢 就讲到更加的周到 更加的周到 以福所书六章一节说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 这是理所当然 那这里的重点是讲什么 要听从,或者说要顺父 那么下面呢,接下去说 要孝敬父,使你得父,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界定 所以圣经里面呢,以上两节圣经呢 就把顺父听从和孝敬母 两子并听 所以呢,就暗示我们 这两子是彼此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彼此包含的 换句话说,你听从,你顺父父母 你就是孝敬父母 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孝敬父母的话 你就要听从,顺父父母 那么这和中国人的文化有点类似,相似 因为中国人说孝顺,是不是 孝就是,已经就是孝了 但是呢,这个顺字呢,就是顺父 你不但要孝敬,你也要顺父 所以中文很多时候,有两个字重复的 其实是更加的丰富它原来的意思 还有呢,这个明南话 因为我常听我妈妈讲的 台湾现在有没有,不知道 她常说什么,顺就是孝 你顺,你顺着我的意 你顺我,你听我的话 那就是孝顺 所以这个,今天我讲的这个 你对他要体贴的心 就是只要顺着他的意识 百善孝为先 但是呢,愚孝不可取 不错,孝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如果是愚孝的话,就不好了 什么是愚孝呢 你们听我讲就好了 因为我这个字是给你翻译英文的 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孙 他是很著名的孝子 有一天呢,他呢 就去除草 不小心的伤了那个苗 后来呢,他父亲呢 就 就拿棍子把它 哎呀,这个曾孙 曾孙,曾孙 曾孙 曾孙 他呢 他就见着他又做一个孝子 他就不走 给他爸爸打 打到很厉害,打到晕 晕过去了 然后这个事情又传出去了 那么那国家的人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曾孙 是个很有效的人 给他爸爸打到都不走 打到晕倒了 但是这个消息传到孔子的耳中的话呢 孔子告诉他们说 以后就把曾孙 拦手,不开门给他进来 你知道吗 孔子意思说 我不收到学生了 大概是这样意思了 阿子说 我不暂时成他这样子 诶,曾孙大概是传 曾孙没有逃走 站住挨打 结果被打到休克了 过了一下子还问他爸爸说 爸爸,你有没有受伤了 哇,这个真的是太孝顺了 所以这个是疑孝 如果能称赞他 很有效到 孔子说 以后不要给他开门 那是不是孔子不赞成人家孝顺呢 不是 孔子说 你是告诉曾孙 他你有没有听 听过这个姚舜 这个故事啊 那个姚舜 就是中国古代 一个很好听的王 他说什么呢 他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吗 他做儿子的时候 那个很好的一个王 父亲用小半 就是小藤条打他 他就叫他打 但是当他父亲 把一个大棍子打他的时候 他就逃了 他跑掉了 给他爸爸打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当他爸爸有事情要做的时候呢 他就去坐在身边 随时恭候 但是当他爸爸要打他 大明星的时候 杀他的时候呢 他逃到无以无中 为什么 他不要这样 他爸爸犯错 把他打死了 杀把他杀死了 那个你帮你爸爸做错事情 怎么跟孝顺呢 明白吗 所以可见啊 这孔子也告诉我 孝顺是好 不能够于顺于笑啊 他做坏事情 他叫你去骗人 他叫你去杀人 你去做吗 不可以 他叫你不可以做礼拜 你听到话吗 孝顺 爸爸说不可以做礼拜 我就不去了 你告诉你 那个是遗孝 所以呢 圣经你告诉我们 那什么呢 一位的圣主呢 看到爸爸妈妈有错 也不劝他 这个不是一种笑 这是不笑 为什么呢 孝不是结对的孝 而是要基督徒来讲啊 要以圣经的原则来教导 圣经教导的原则去孝顺 所以以赴所书六章一节怎么讲 你们做儿你的什么 要在主里听从父 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大陆 那些政府 共产党 他们也看圣经的 所以他做了基督徒以后 他说你们基督徒没有守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在上这正掌权的 你们都要顺父 他这样讲啊 他都会引圣经的 即是说我们在上面掌权的 你们都要顺父 那有些基督徒给他一论 他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叫你们不可以这样讲 你就不会这样讲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圣经讲的在上这正掌权 是要顺父上帝的 真行上帝才要听到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 孝顺也是啊 要和圣经的教导 如果不和圣经的 你不可以听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要 怎么叫硬硬的反抗 你要用智慧的方式 说很抱歉 我不能够听从 因为上帝的教学是这样子 上帝是最高最高的权威 父母有权威尊重 但当父母的权威 父母的命令和最高权威相反的时候 我就不能够预备上帝的侦 所以圣经给我们清除之外 孝顺也是要在主里听从 那么这个主里面有三个意思 第一 因为我们是敬拜主 是主教的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应该去顺孝顺 第二 这个在主里面 在英文的话 这个 in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说你这个 在他里面 还有呢就是说靠重他的意思 明白吗 这个 in 就是靠重的意思 所以呢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孝顺父母 有时候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因为有时候看的话不同 是不是啊 要求不同 什么都不同 你要全部听到话很难啊 所以只要需要主给你特别的忍耐 给你特别的智慧 给你特别的力量 所以第一 因为你是基督徒 你要孝顺 第二 你要靠着主 要照主 第三 要照主教的真理 如果是违背真理的 你就不可以听 那么 你再看以下的经文呢 刚才我们上面讲到什么 听从和孝顺的关系 是不是啊 孝就要顺 你孝敬父母 你就要听从他的话 而且在主里面听从 那么下面有两节经文呢 又把这个孝敬父母呢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不但是听他的话大聊 而且是什么 要各方面 要体贴 那今天讲你的体贴 包括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很细心 你要考虑到各方面 而且呢 你是一直专心去为他的行处 还有你下定阶心 你要为他的行处 所以这个就是体贴 知道吧 你说这个人很体贴哦 就是什么 哎呀他知道我心里所要的 他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 他知道我各方面的需要 所以他很周到 很thoughtful 英文就是thoughtful 就是说你很周到 什么都想到的 知道吗 所以今天的重点体贴就是说 你要顾到各方面的需要 好 好 那么我们就看了 罗马书8章5节说什么 因为谁从肉里的人 体贴肉你的事 谁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所以这个体贴英文 这个圣经啊 是用你就是 决定心智去跟随他 那中文翻译得很好 中文的翻译者 就跟我们今天讲题 比较包含多一点 就是说 你如果是顺从 你要听从圣灵的话 你不是慢慢听他话吧 你要 中全的去跟随他 明白吗 因为有的时候呢 一句话 不能够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一个 聪明的人 用心的人 他会去推敲 他会去思想 这句话里面包含什么 比方说 我几个例子 如果你知道 你爸爸妈妈是好可 对人是很礼貌的 很热情的 那有一天 你爸爸妈妈朋友来了 你就替他开门 打招呼 爸爸没有说 端茶 上好茶 他都还不讲 你就说 你自己就会去冲茶 你知道吗 你会冲茶 为什么 爸爸没有讲 但是 作为一个很懂事 很孝顺的孩子 他不一定要 爸爸讲出口感 他已经能够很周全的想到 哎呀 我爸爸的朋友 我爸爸很喜欢他来 我爸爸是很人情的 我爸爸是很体贴的 天气这样的 总之呢 他会想到他父亲的心里面所要做 所以就是很体贴 你知道吗 体贴就是说 他不讲 你都想到 很忠道 是想到 那么你如果你是要顺足圣灵 不需要你这事情 就说 不需要 你就知道了 什么事情是圣灵喜欢的 什么事情是圣灵不喜欢的 你自自然的 你就会去做 或者不做 那么 以下几节经节 我只要抓住他的重点给大家看 他这里就说到 大卫王 圣经提到 大卫王呢 是什么 上帝说 我已经找到一个王了 他是什么 他是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合我心意的就是说 a man after my heart 他很懂得我的心意 不一定要讲 但他了解我的心 所以大卫很了解上帝的心意 还有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 我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们 有个天 耶稣和他爸爸妈妈去圣灵 后来他爸爸妈妈回家 以为耶稣和同行人在一起走 走了几天都发断 耶稣哪里去了 不知道 找到半年 后来才发现他在圣殿 所以那时候呢 老实讲 焦急 疲倦 情绪也是有点差 所以这个马利亚 有点怪耶稣 说 蛾啊 意思是说 你怎么你不知道吗 我和你爸爸到处找你啊 可能那时候他眼前有可言 很焦急嘛 耶稣小孩子十二岁半 他找种事了 所以马利亚一定是会很焦急 耶稣知道 不知道 耶稣当然知道 但是呢 耶稣也趁着这个机会 提醒马利亚一件事情 他说 你其不知道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很奇妙 我给你们看这个呢 其实重点声给你们了解圣经的翻译 原文呢 原文啊 只是说 其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的为念吗 那什么 很多事情嘛 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 大概 我父的事情 就说很多事情 因为当时耶稣是在圣殿 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说 其不知我应该在圣殿吗 是吧 但是呢 原文呢 就是说 其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所以中文圣经很好 就把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 还有 就是说 其不知我应该在我父的家吗 那么英文翻译本呢 就需要有个翻译本 刚才的英文翻译本是什么 father's house 这是NASP的 然后另外的翻译本呢 就把它翻译至更好 好 这个这个号子呢 father's house and above my father's this 对吧 所以因为 因为原文希腊文呢 没有讲是家 或者是什么对方 而只是说 其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 点点点 知道吗 就是我父的心 我父的家 我父的心意 我父的儿女 我父的教会 你知道吗 所以都是个方面 换句话说 耶稣 可 顾念 天父的事 你是天父的儿女 天父的顾念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想到的话 我们就会周全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天父所爱 所以如果你爱天父 你不要顾到 那个 耶稣也顾到 那个 所以你还是要顾到 这个也是很大的意思啊 耶稣后来 后来讲一下 接下去呢 刚才我没有讲 五十二节呢 我没有讲到 耶稣讲完以后呢 就回去 讲 听从 他的父 换句话说 耶稣 也听从他父 但是在恰当的时候 耶稣也只告诉他父 他的生命 他要关心 不是单单 你的恶励 我还有天父 所以耶稣就是给我们个盘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 他还要提示他父亲 走到正确的道理 OK 耶稣后来出来工作了 他还告诉我们 他说 天父呢 猜我 他也没有撇下我 为什么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业的事 那句话说 父 天父喜欢的事情 耶稣就已经做了 不一定要命令 耶稣知道什么是天父喜欢的 所以他说天父不会配下他 那么菲利比书保罗也告诉我们 说 我们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这个原文呢 没有这个事这个字 换句话说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 点点点 也要顾别人的 点点 你可以去生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一处 也要顾到别人的一处 个人不要单单顾自己的看法 也要顾念到别人的看法 你不要单单顾念到你的感受 也要顾念到别人的感受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需要 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 所以那个是填空 就是说 你不要单单位置 不要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事情 你要从别人的立场来看事情 这很多方法 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体贴 就是要包括很周全的考虑到各方面 所以今天讲提纯土片的事情 就是想到什么 在孝敬父母的事情上 我们不是单单要听主圣经说 要听从他 对 要听从 但在听主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父母亲 他们的真正心愿是什么 他们喜好是什么 还有他们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然真是很棒的一个题目 你看 我们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一个 一个重点 你要朝这方面去想 那我们分解方面的思想 B方面 身比方面的需要 当然啊 在美国就情形不同了 在美国很多老人家说 嘿 我有一个儿子 比我亲生的儿子更老 就是美国 按时按后 把钱寄到我的儿子 是吧 那老人家 一定要政府 就辅助金嘛 是不是 所以在美国的老人呢 一般来讲呢 钱不是大问题 你们够吃够穿够用 还够享受 对不对 那昨天吃一餐好的 也可以啊 出去旅行一下 也可以啊 因为政府都给你很多钱 所以呢 当然 耶稣写的时候 那时候人 那边人就没有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要奉养父 就是要 满足他们 肉体生活的需要 那这个是身体的需要 那就是说 父母啊 皮肩啊 老啊 不够体力啊 你要帮他家 帮家人家务 替他上烧餐 现在你是够钱 请他上餐 所以在美国的老人家 是在养父 不管 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说你要住住 他身体上去 这个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字 怎么样度字啊 我开始不懂啊 我就查查查 接我查到了 原来这辆呢 上面那个记号 路程老字 啊 他是住住在 部首方面 但是呢 他读的音 就是老 老字 啊 老字啊 就帮他 背他 孩子 就做他的脚 这就是笑说 或者说 老人 没有 汽车了 那个孩子 就开车 站他去 那就就是笑 知道吗 所以孩子呢 背老人啊 跟你说 哎呀 这个是哪里 那个不合时代 我告诉你啊 有啊 啊 在中国王站上 他说 哎呀 令人感到很温馨的 图画 其中呢 就是这个 这个儿子啊 这个儿子啊 背着他的妈妈 指甘带骨 他妈妈 不能够走啦 老啦 他就背着他 我看这个不是 不是 不必夸张 给他照相 这个真的 他有孝心 连老妈妈 没有力量 他背他 这个就笑着嘛 好 下面这个孩子 啊 还有这个人 这个也是真的事情啊 不是干燥 有一个人 他爸爸太老了 那地方可能 交通也不方便 他有没有办法 他怎么样子 他就 或者他妈妈 进不起 车的正度 他就像 爸妈以前小的时候 抱他一样 用那个布啊 把他抱起来背 背他 爸爸妈妈去看医生 这些都是真事情 不是我 用Photomat Photoshop 我们就做 这是真的事情 所以我看了 觉得很感动啊 当然 我们不是说 你们一定要这样 如果你们有 更好的事 背 也可以 用汽车也可以 不过这个是真实的 有人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笑说 如果 没有儿子 老人家又不会走了 那么 他怎么讲 他说呢 就剩下一堆土了 就是说 他的期望就是 将来白天了 好悲观啊 所以如果老人 没有孩子来 奉养 没有孩子来照顾的话 那是不是很可怜啊 就是一堆土罢了 就是坟墓嘛 那很悲啊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 不要这样啊 我们就 哈 我是你的女儿 也是孩子嘛 我是你的孩子 那我来笑说 那我 这个就是 母猪母母母精 身上不够 我告诉你啊 我做了牧师这样子 现在比较少 以前我在北堂的时候 有不少的老人家呢 还要麻烦我替他买邮票 因为他想寄信给他的朋友 但是要请他的儿子买邮票 都难开口 所以借口牧师 就来代替他的儿子 替他买邮票 那有时候一些爽碎的事情 牧师都替他做 就是他开担 他开口 可能他会给他颜色吧 颜色看 所以他就 不敢 我这个故事 这样做假的 是真的 有很多老人 有一些需要 他不敢 告诉他孩子 给他孩子 要骂他一起 写什么信啊 他都没有来信 你何必这样自作多情啊 也是这样子嘛 是不是 总之呢 老家很多受罪事情 需要 我们做到的 我们做 我们做 不做 报纸啊 还有 影音师妹啊 他喜欢看 电视剧啊 那你去注意 他干嘛 叫他 告诉他 怎么去他信啊 总之老人 这样也是需要 行 还有呢 要周到 有个人呢 他很有钱 发财 他就告诉他妈妈 妈 我带你去环游世界 他妈妈一听了以后 不高兴 哎呦 我都走不动 我出人去 我都走不动 很疲借 你还带我去游离世界 孝心是有 但是呢 结果呢 适得其他 他妈妈可能游离世界 我不知道会不会平安回来 哈哈 我不是说一定可以 你孝心是很好的 你要你爸爸妈妈去游离世界 哎 他体力够 你的失费够 可以 请一个私家故事跟着他去 那不是很好啊 可以 我不是反对啊 我不是反对啊 你们要做可以 但是我的意思说 你要听听老家意思 他要不要 他喜欢不喜欢 他喜欢去 他不喜欢 就不要勉强 你的那个美名 孝顺孝顺 我爸爸妈妈去游离全世界 他在那边受苦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呢 你的孝顺呢 不是单品的意思 你要想到 他能听 他支持 不支持 还有精神方面 你知道吗 有的老人家 很顾 很多顾虑 你还没回家 他就不会睡觉 你去和他那边 那现在我不是回来的吗 你刚才顾虑 你会多余的 你这样子就不够体贴了 他就没办法 他就是要 你不回来 他就会睡觉了 或者不过你到 到了没有呢 比如说 电视台没有说 飞机逝逝 就是平安了 那为什么 你不要去到 就打电话 给他 告诉他平安呢 所以有时候 父母亲呢 很有这个忧虑挂虑 那你就体贴了 你到那个地方 就打电话说 妈妈妈到啊 平安到达了 那么他就安心了 再去睡觉了 不然的话 他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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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是精神方面的需要 你要写信给家 要告诉他 当然呢 比如说兄弟为了真孝敬父母打架 这个少有 但是我看过报纸 曾经有 比如说一个月 三十一号 怎样分了 一个人一半 他们很孝顺 两个都孝顺 要供养 他正做要养 养父母 那个也正做了养 结果哪个人 为了要分得很平均 打起架来 这个孝顺吗 哎呀他妈妈妈说 哎呀我的孩子 为了我们打起架来 他会高兴吗 他会高兴吗 他会高兴 所以有时候 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啦 现在是大家推嘛 但是有时候有啊 有时候有 就是过头了 真真真到达起架来 那都行 这个也不会不够体贴 所以我讲的话 可能这个例子有点极端 但是有啊 这个事情 我的重点是说 要体会够性 要体会够够性 精神放回去 所以呢 正言说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宜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你只担忧的话呢 立妇担忧就对了 没有立妇担忧 没有立妇担忧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我妈妈告诉我 我的那个大遗仗 就是我妈妈的姐夫 很有孝心 那么 我的外祖 祖父有一天去到 马来西亚船来 后来要回家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飞机 真正的那个船 那么船上呢 这个也是不舒服 我家 所以他就买了那个背 这个简单的柱子 要给他去铺嘛 是吧 好了 买给他了 但是呢 我的外祖父呢 很死不得用 因为他这个背 非常漂亮 太高贵了 所以他跟他 谢谢谢谢 他抱起来他不用了 所以我这个遗仗呢 很周到 他很体贴 你勉强他用 买的就是给你用的 要用 你不买你不用 就是 废了我的薪质啊 什么的 你可以大地理论 但老公家就舍不得用 他船上一用 他很脏的 很可惜 结果我这个大遗仗呢 很周到 他知道老公家薪嘛 你这样怎么样 他都不用的 他就买了一个 比较美的 比较 比较 其实没有这样 这样 这样 可以用 好吧 那这个就收起来 回中国才用 那么这个就船上用 这个老公家 这个可以 所以 船上也可以用 用一份胆余加 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算老公家 他不用 他就死不得用 你逼他用 用他很痛苦啊 你知道吗 他也睡觉睡觉 哎呦 不肮脏 什么东西 哇 那么你就 顺着他嘛 体贴他的想法 他不使用 当然 我上这几个例子 妈妈 有几个孩子 在吃鸡蛋 后来那个坏的 哎坏鸡蛋丢药 另外开车 妈妈最喜欢吃臭鸡蛋 啊 那个就误解了 不是妈妈喜欢吃臭鸡蛋 是妈妈爱你 因为以前不像很多这样 都当了新鲜的 有的时候是坏的 坏的 坏的妈妈就可惜浪费了 其实坏的就比辰 好得比辰 你不要误会啊 妈妈喜欢中间的 不是的 他不会喜欢的 他喜欢新鲜的 你就给他到新鲜 那还有啊 你知道吗 老人家也喜欢人家用宝 所以啊 有时候你要抱抱爸爸 抱抱爸爸 抱抱爸爸 咦 中国人嘛 是吧 中国人是喜欢嘛 是吧 好像人家很肉麻 还要抱爸爸 抱妈妈 我告诉你要我 回去去抱 抱抱你爸爸 抱抱你爸爸 真的 人都需要你抱 甚至教会里面有些 有些老人家 老子妹的 他一个礼拜天去 抱抱他 希望牧师抱抱 真的 我不是开我家的 所以 所以你要心存 真的 不怕 老人家你抱抱 他很怕 人都需要抱 人需要你抱 因为我们中国人 哎呀 会计也是不抱 这个我想 应该讲 有一天 我的三姐 从香港 寄一笔钱给我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 他说 那我借给你 那些表示 对你的感谢 我感谢什么 他说 你知道吧 他说 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比较不会了达 他说 你以前去香港读书的时候 母亲借你写一张 母亲卡牌来给妈妈 说 妈妈谢谢你养育之恩 妈妈说到我说 哎呦 整天高兴的 拿着这个卡牌 到他心中走去 你高兴 他说 你知道吗 他还有一直恩 我不是单单生到他的人 他知道 养也有恩 你明白吗 这个是真事情 是我三姐告诉我的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呢 到香港多时候 可能就受环境影响 比较 西化 母亲界啊 就是写卡片 给妈妈 那这是应该应该 我又写一张就聚聚了 我哪里知道我妈妈的法律是这样 这样受感动 这样高兴 但是我三姐看到了以后 他就 他现在年纪大了 他就想拜啊 一说 你就替我们 带给妈妈高兴 所以我就抱他 我三姐就是这样 他不会嫉妒 我不是要我给你拿去 那我们天天帮妈妈 护士妈妈 你不是叫我 不 他不是这样 他就说 我一个弟弟能够补住我们 因为可能在整天在家 怎样去讲 那是他怎样帮他感谢你 那是讲起来怪怪的嘛 对不对 那么他就接着说 我的一个卡片 能够带给妈妈这样高兴的吧 他接着是我帮他 给妈妈做喜乐 所以他有帮他 当时我受职有亏 还有他欠职无垢 所以结果我还是收掉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要学考 表达一下 是吧 表达给你的爸爸 你妈妈 告诉他们 你能感激他们 还有呢 最好呢 你不要彤彤彤彤的 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要给爸爸妈妈 知道我们对他的感激 你不要彤彤说 爸爸妈妈感激你对我的牺牲 什么都这样 当然这个要解 能够的话 你讲的夜想星也好 爸爸你还记得吗 就好像我的 我的Sherry 他小的时候幼稚园 他老师就给他们 给他们写下一些东西 你最喜欢的爸爸 为你做的设计是什么 那张纸我还要保持到现在 他什么 他最高兴的就是 我带他去抵动 哈哈 他写的啊 幼稚园的时候 小小时候他就写 那么那张纸 他写的很 很具体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感激他呢 你就把社群讲 爸爸你记得吗 你告诉我什么故事 我还记得 哎 哦原来你记得啊 或者说爸爸 你这样的时候 我遇到什么事情 你对我什么要讲 哎 他们就会记得说 你的讲不是一个应酬似的 是真正的 是感激他 还有告诉你 很多做父母的人 他们尽能力 但他们一直担心 他们做不够 不好 所以他们是常常会 是会 会希望孩子能够肯定 可以肯定 知道 孩子怎么想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告诉 爸爸妈妈 我们 感激他 欣赏他 而且讲出记录的事情 然后他就会 借得很得到安慰 所以这是精神方面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尽量 去做到这些事情 我说孝心的行动 固然比甜蜜的严厉重要 但是有时候呢 有行动 加上有表达 那就更加好 特别是中国人 不会表达 不敢表达 所以你说 做了就适合老婆比较 不 你做了 也要讲 老旧 老上讲 啊 这是 还有啊 主政你们会来啊 还有自己要自爱 你自爱求上进 好好学习照顾好身体 那父母就高兴了 你给父母清单忧就不孝了 你整天工作工作工作 又病又这个那个感 父母亲为你当心的 你健康 顺利 那父母亲很好心 所以你自己要求上进 还有呢 父母亲呢 有备需要的感觉 特别是老人家 就是上次我们讲的 老人家老了 他怕 很怕 小孩子见他没有用 去不要他 所以有时候你要这样 父母亲 借的备需要 那怎么讲 问问他嘛 珍求他的意见嘛 明白吧 所以说 哎 爸爸 现在从此以后 你不必管了 哈 哎呦 你这句话呢 就很伤他的心 不必管的意思说 你没有用 我们不需要 他这样讲 所以不是的 特别特别特别 有个人呢 结婚 结婚了以后 他说 妈妈 从此呢 你就不必管这个事情了 哈 我太太会把你管的 结果呢 就造成了太太和他妈妈之间的冲突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媳妇啊 抢了他的胃嘛 他以前是管很多事情的 现在不必管啊 哈 不必管啊 没有用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要注意 我们不要给老人家见他们 你还是要让他见他们 问问他的意见啊 请教他 教他讲讲大解释的经验 教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 请在这环境 应该怎么做呢 他就会提提提提提 那你就参考吧 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照他做 你参考 这个是很好的 还有呢 我在讲这个呢 啰嗦一点 那是要讲 不然美国已经很多钱了 你教会 你在误会 我们教会里面啊 以前啊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这个老人呢 很有爱心 很喜欢小孩子 他的儿子开一个店 卖糖果啊 卖咖啡啊 什么 所以他淡了一些糖果 到礼拜堂 看到小孩子 这个给一点 那个给一点 他给得多开心啊 但这个孩子呢 不懂得老人心 就是说 何必浪费 你给他 你卖不是有钱吗 你给了他有钱 他没有想到老人家 给出去很高兴嘛 他就很气 为什么他把东西送给孩子 你知道吗 他不懂 因为 所以他就说 如果有时候 有老人家喜欢送 你这样东西啊 就给他送嘛 不要完全从金钱那边去 去算这个钱 他给 他给他给他很高兴 比你请他这一餐饭更好 是不是 不要改 神像来 我今天晚上带你去吃一大餐 他不会有高兴 最后呢 灵性的需要 灵性需要 如果你父母竟然有性质 你真的要为他祷告 带给他神质 那个字是很了解的 还有呢 有时候他 他也金花 看不出大字圣经 买大碗圣经给他 或者 买一个录音带 给他听圣经 也是好的 还有呢 我们主妹弟兄 主妹啊 有些人啊 有些老年人 他们的孩子还没有信主 他不知道信主的重要 他不知道他父母亲 是愿意听到的情况 所以他不送他们到礼拜堂 所以我们呢 就要做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说 诶 为什么要去接他 他没有孩子吗 诶 讲是对 他有孩子 他孩子借他送他吗 但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 有些孩子不懂 不愿意接受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就要为了老家的缘故 我们就做多一点嘛 我们就接受老家到礼拜堂去 所以我们的周康的智慧法 很大 我的周康的智慧是44号 有的人说 不必这样大嘛 不公益义书 放小一点看起来漂亮 很快 我说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是为了年长的人 看得清楚 所以我的智慧很大 就是这样 我们周康也尽量入 就是我们要周到为品 挺贴的 好了 那么很快啊 下面呢 所以三五金的话 很快很快 你看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意思说不要啰嗦 还有时间吗 没有时间过电话 不要老吃剩菜 不卫生 我讲的还不听 你老一套 没有用啦 你不要啰嗦 我知道了 不要收拾我的房间 你看东西挡不到 你吃饭 他加菜给你 不卫生 我自己会拿 你知道吗 知道吗 这些作用很常的话 叫你会做的 又做又做不好 别问啦 跟你讲念 不要念了 好烦喔 那这个是不应该讲的 那应该讲的啊 快点 定期给父母打电话 不要挂断父母的电话 不要挂断他 清楚父母的年龄 糟糕很多人不知道 眼睛的时候 一定要到时候 要记车向父母报 你看 知道父母的生日 还有呢 送上祝福 为了祷告 送上祝福 耐心听 母亲唠叨 好难喔 哈哈哈 还有 妈妈很唠叨 爸爸又很少讲话 你要了解爸爸是哪个 男的话就少 女的话就多 所以你要知道男女别 还有父母太吝啬了 借钱 你改不了啦 你这样要借钱吧 接着回家 让父母 给父母烧饭 鼓励父母的生活情趣 有个人 我是看报纸的 真的事情 他妈妈现在过得很开心 他妈妈 认为他有天才画画 以后他的画呢 就和 比卡手一样的值钱 所以他的女儿知道他妈妈有这种心态 他就鼓励他去 这个adult school去画画 所以他直接画得开心 这个画画 留起来 以后要卖 留起来 名画吧 他这里那天才 那就给他吧 没关系 还有呢 当然 当然 以下讲这个例子 有点 欺骗 当时不是欺骗 有一个老人 他有点 有点 不打清楚 但他又很喜欢 夸耀他 有钱 所以他你们知道 他的心里 就买了很多玩具钱 玩具 玩的 小孩子买的钱 一打铁一打铁一打铁几千块 就塞个打铁棒 他就整天给他看 当然这个有点 有点 仿常一点 不过 也是不一定是错的 也不是说欺骗 不是欺骗 他就是这样子嘛 你要讲有讲不通的啦 他就走 家里的事情 尽量照顾 你这个东西 这个花放这边更好看 他就偏偏 就是要放哪边 就算了嘛 放哪边也不会 不会损失 就算了 宁可求其知 让他开心就好 你知道吗 老人家人喜欢这样的 你东西放这边 他就先放那边 那就让他放了 那等下有时候 他度假了 你就放回来 他回来 他再放回去 还有吗 快点啦 静他屁股 还有呢 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 陪他上路 还有呢 爸爸妈妈很喜欢夸耀 所以有时候你送东西给他 他会夸耀的很久 OK 像关心小孩怎样 关心爸爸妈妈 听他讲故事 讲故事给他听 还有爸爸妈妈上菜 不要嫌他不好吃 不要让他发脾气 要赞 赞给他 来攻击给他 哎呀 这个二十一项呢 我就比较难做 你们姐妹们大概有可能 在父母面前撒叫 哈哈哈 你们可以啊 你不要说 我这样你一直大了 没关系 在妈妈面前 都是小孩子 讲嘛 讲嘛 告诉妈妈 他不是 你不讲我就不睡觉哦 你不要把我家家家撒叫一下吗 哈哈哈 还有 何不母亲情一起 好了 结论了 希望你们 好了 老师听说 孝敬父母会得到好处 那么 这个好处有三方面 因为你一个孝敬父母呢 你读得感恩尊敬 那么你本身的品格就遭上 那么你有这种品格的话 你就容易很相处 所以你就会很顺利 还有呢 你的孩子这样来对你就会这样好 最后呢 除了这些之外 神会特别吃苦的 所以孝敬父母 是好 你不孝敬 然后 所以孝敬父母 帮助我们做 令父母 不担忧 而且 充满食慧的 智慧成长 听吧 以上我讲的 我们做不够的 亏欠的 在身边前 求祖招数 还有机会 坐在其他老家身上 还有坐在谁身上 那年轻的 抓紧机会 去坐 那么 希望你们 没有什么吃苦 好 我们等会 天后